欢迎您收看澳洲简报 药剂师放弃废除半价处方药的运动 悉尼先驱晨报 澳大利亚药剂师工会暂停了对60天药品发放的抗议 并同意与政府进行谈判 以确保当地药剂师的可行性 工会主席特伦特·图米西·Trentumi 对谈判有希望使药剂师在新方案下可持续运营 这些变化遭到了药房机构的激烈反对 他们认为一些药房将不得不关闭 因为他们依赖这些费用来支付成本 工会在谈判中要求额外的33亿澳元资金 可怕的事情 当警察虐待他们的伴侣时会发生什么 悉尼先驱晨报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市NSW警察部队 因处理涉及其自己警员的家庭暴力案件而受到批评 来自新南威尔市沈机长和执法行为委员会 两个独立机构的报告强调了 警察部队调查其员工的指控时 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 警察部队内的家庭暴力受害者面临额外的挑战 比如施暴者对系统的内不了解和获取武器的能力 这些机构警告称 这会危及受害者的安全隐私和信心 有人呼吁新南威尔市效仿维多利亚州的做法 建立一个专门的警察单位来调查其员工犯下的家庭暴力 和性侵犯行为 尽管新南威尔市警察表示 这种制度在他们的州不切实际 但受害者倡导者认为这将提高透明度和公众信心 研究表明 执法人员犯下家庭暴力罪行的可能性 至少与普通人群相当 甚至更高 警察部队内的受害者通常因担心报复 对警察部队文化的了解 以及对调查的公正性担忧 而犹豫报告虐待行为 在过去的四年中 76名新南威尔市警察 被控336项与家庭暴力有关的罪行 被控的大多数是男性 最常见的指控是普通袭击 跟踪或恐吓 以及使用通信服务进行威胁 骚扰或冒犯 报告还强调了 警察员工访问或修改受限数据 一个人目的的问题 这是非法的 对这些案件处理的不透明性 引发了对社区信任和受害者向警方报案意愿的担忧 超级明星爵士音乐家和乐团 带着雄心勃勃的音乐会来到悉尼 悉尼先驱晨报 爵士音乐中心乐团和悉尼交响乐团合作 在悉尼歌剧院演奏了温顿 马萨利斯的剧作《全体起立》 这场演出看到了爵士乐团 交响乐团和一个100人的合唱团 共同创造了一个独特而统一的声音 这部作品的乐章旨在回响十二小节布鲁斯结构 涵盖了广泛的音乐风格 包括斯特拉文斯基 埃林顿 蓝草和古巴的元素 马萨利斯的作品是对人类生命周期的总结 庆祝诞生 成长 爱情 幸和死亡 这场演出受到观众和乐团成员的好评 他们非常享受这次合作 中国的虚假信息加剧了对福岛和废水排放的愤怒情绪 加拿大环球邮报 中国发起了一场关于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放射性废水释放的虚假信息宣传活动 希望对日本及其盟友的可信度产生怀疑 中国已暂停进口日本海产品并谴责核污染水的释放 专家表示 这场宣传活动是北京挑战现有国际叙事的更广泛目标的一部分 根据帮助对抗虚假信息的科技初创公司Logically的数据 中国官方媒体和亲中国的影响者在社交媒体上提到 辅导的帖子数量自今年年初以来增加了15倍 这些帖子不一定传播虚假信息 但是会遗漏关键细节 比如日本在排放废水之前几乎清除了所有放射性物质 达布罗夫斯基和劳特利夫晋级美国公开赛双打第二轮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布里埃拉·达布罗夫斯基和他的新搭档埃琳 劳特利夫在美国公开赛女子双打比赛中击败劳伦 戴维斯和阿纳斯塔西亚德蒂乌克晋级到第二轮 在失去第一盘后 这队组合在最后一盘中三次破发对手 完全掌控了比赛 达布罗夫斯基和劳特利夫接下来将面对台湾的吴芳贤和中国的株林 九月是感觉更好的月份 以下是为什么它很重要 悉尼先驱晨暴 布里奇特是一位热衷运动和骑自行车的人 他在感觉到乳房侧面有一个硬块后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 尽管面临着挑战 布里奇特仍然设法继续照顾孩子 工作 锻炼和社交 一个帮助他的工具是美丽心情好计划 该计划提供护肤课程 化妆课程 投视教程和虚拟研讨会 帮助癌症患者应对治疗的身体 心理和社交影响 布里奇特发现这个计划很有帮助 并喜欢与其他参与者建立联系 在九月的心情好月期间 大卫 琼斯和麦尔百货将从美售出一只口红和唇彩中 捐赠一美元给美丽心情好计划 自然草坪和爱德华多将在康科德赛中回到过去 悉尼先驱晨暴 自然草坪和爱德华多将在周六的康科德锦标赛上再次对决 这两匹短跑马一直以来都有着长期的竞争关系 爱德华多在今年早些时候的最新一次对决中脱颖而出 两匹马在兰德威克一千米赛道上都有着出色的战绩 爱德华多已2比0领先 康科德锦标赛是通往10月份的埃弗勒斯特赛事的第一步 自然草坪和爱德华多都曾参加过这场比赛 十几岁的天才少女马西卡·高尔在对阵斯里兰卡的英格兰首秀中大放异彩 英国每日电讯 英格兰在一场受雨影响的比赛中以12分击败斯里兰卡 赢得T20系列赛的首场比赛 英格兰设定了187分的目标 这将是女子T20板球中第二高的追分 比赛在斯里兰卡三局无失11分的时候阴雨暂停 但他们未能达到修订后的6局68分的目标 英格兰的少年明星Mahika Gar在国际比赛中首秀就取得了一个机球 在澳大利亚城市中建设高密度住宅而非扩大面积的趋势逐渐兴起 路透社 一个名为是的 在我后院 英比的基层运动正在倡导在澳大利亚的城市中建设更高密度的住房 因为房价不断上涨 这一运动标志着社区对发展态度的转变 许多年轻的澳大利亚人更加重视好的地理位置和较短的通勤时间 而不是大后院和汽车 该运动已经取得了一些小的胜利 比如阻止将电力变电站列入遗产保护名单的计划 并且得到了政党的支持 总理安东尼 阿尔巴尼斯承诺在未来五年内在全国范围内建造120万套住房 拉斐尔 爱泼斯坦将取代维基尼亚 特里奥利担任ABC墨尔本电台的主持人 悉尼先驱晨报 拉斐尔 爱泼斯坦被宣布为ABC Radio Melbourne早间节目的新主持人 将于9月18日取代维基尼亚 特里奥利 爱泼斯坦在该电台主持五间时段 已有12年之久 现由阿里 摩尔接替 这一调整是该电台的一项更大改革的一部分 特里弗 查佩尔 接替亚新塔 帕森斯 主持下午时段 这些任命仅持续到年底 9月份最好的新剧集可以在线观看 悉尼先驱晨报 本文为各种流媒体平台上即将上映的电视节目和系列提供了推荐 一些值得注意的推荐包括Netflix上的性教育 Binge上的美国恐怖故事 Delicate 亚马逊Prime上的大陆 约翰 威克的世界 Apple TV加上的超级模特 Disney加上的欢迎来到雷克森姆 Paramount加上的黄金和ABCIU上的新闻播报员 作者强调了Netflix上新教育的最后一季 延续了角色们的成长之旅 他们还提到了亚马逊Prime上的大陆 约翰 威克的世界 这是一部前传系列 以一个充满荒诞历史的世界探索了约翰 威克电影的世界 文章还推荐了ABCIU上的新闻播报员 这是一部设定在1986年前几个月的商业电视新闻式的戏剧 总的来说 本文在不同的流媒体平台和类型上提供了一系列的推荐 给读者提供了各种选择 以满足他们的观影需求 用您的遗嘱产生持久影响 悉尼先驱晨报 澳大利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 Australia 敦促人们将该慈善机构纳入遗嘱中 称即使是一笔小额捐款 也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UNICEF Australia的汉娜 西夫恩特斯 汉娜西夫恩特斯表示 遗嘱中的捐赠是他们最重要的灵活资金来源之一 使他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满足最大的需求 他补充说 这些捐赠帮助UNICEF保持了其积极的影响力 他表示 该慈善机构在全球范围内挽救了比任何其他组织更多的生命 台湾银行参与中国贷款的比例降至历史新低 彭博社 台湾银行正在通过退出与中国企业的贷款交易来减少对中国经济的敞口 台湾银行参与中国借款人的银团贷款或俱乐部贷款的比例 今年已降至创纪录的1.7% 而2013年时几乎达到33% 这一举措反映了台湾金融机构在中国经济中减少风险的更广泛努力 这一努力受到了房地产危机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 此次撤退发生在台湾明年1月的总统选举之前 并且紧随台湾银行寻求在其他市场如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寻找业务的趋势 阿尔弗雷德·迪金 现代澳大利亚的建筑师和白人至上主义者 悉尼先驱晨报 2019年土著歌手阿奇·罗奇在一次作家节上被告知 澳大利亚备受尊敬的政治家和立法者阿尔弗雷德迪金是被拐走的一代 Stolen Generations的罪魁祸首 罗奇回应称 他觉得这个评论很有趣 然而迪金的曾孙彼得 夏普认为迪金在摧毁澳大利亚土著人口的政策中起到了主要作用 他认为迪金决心创造一个只为安格鲁·萨克逊人保留的大陆 这就需要消灭土著人口 夏普花了多年时间找到证据来支持这一说法 并希望澳大利亚人能在一次公投中改变宪法 给予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在议会中发生的权利 近年来 一些历史学家支持夏普的观点 认为迪金的种族主义遗产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确定了一个日期 你提高了声音 悉尼先驱晨报 这篇文章呈现了来信作者和网上评论者 对于即将举行的澳大利亚宪法修正公投的一系列观点 一些人支持这一变革 认为这是结束土著人劣势和促进包容性的必要步骤 其他人则对实施土著人议会代表的可行性和后果表示担忧 文章强调了这场辩论的分裂性质以及建设性对话的必要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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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